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雨菲 今天的新闻可真是五花八门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25岁的舞者Orla Ruth Baxendale 因使用了物标的饼干而不幸去世 家属已经提起诉讼 指控饼干的标签存在严重过失 这位年轻的舞者为了追求梦想 从英国搬到纽约 却因花生过敏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真是令人惋惜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 肯尼亚总统William Ruto宣布 肯尼亚将在三周内派遣警察部队前往海地 以应对自202 一年总统遇刺后该国的暴力和帮派活动 这次行动是与美国合作的一部分 旨在恢复海地的秩序 最后我们要关注一件震惊国际的间谍案 前CIA官员Alexander Yak-Chinmar认罪 曾认为中国间谍至少10年提供了大量机密信息 这起案件再次提醒我们国际间谍活动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联社报道 一位年轻舞者因务实含有发生的错标饼干而死亡 其遗产管理人已提起过失致死诉讼 指控未能正确标识包装是严重的舒服 25岁的Orla Roth-Baxendale 在使用了Stew Leonard's教授的Florentine饼干 后发生了过敏反应 于1月11日去世 Baxendale从英国搬到纽约市追求舞蹈事业 正值人生的黄金时期 诉讼中提到 这批假期饼干是在康涅迪格州的Stew Leonard's商店销售的 后来被召回 饼干由位于长岛的批发商Cookies United生产 并贴上了Stew Leonard's的品牌名称 诉讼指控包装未能正确标识是 严重疏忽、故意、鲁莽、对人命默不关心的行为 Stew Leonard's和Cookies United均被列为被告 Stew Leonard's的发言人表示 无法对威决诉讼发表评论 BBC报道 肯尼亚总统鲁托表示 肯尼亚警察将在三周内抵达海地 领导一个联合国支持的多国安全部队 恢复加勒比海岛的秩序 海地自2021年总统遇刺以来 帮派暴力猖獗首都太子港陷入困境 上周五 两名美国传教士在海地被帮派成员杀害 鲁托称这正是他们准备派遣警察的原因 美国也参与了与肯杰 尼亚的多国联盟合作 白宫发言人表示 拜登总统承诺支持快速部署 鲁托表示 部队和设备的基地正在建设中 已完成约70% 尽管派遣武装援助的过程遇到延误 鲁托总统表示 他们谨慎行事 以确保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包括设备、基础设施 和与海地警察建立关系 肯尼亚最高法院 将于6月2日审理反对党 对派遣警察的法律质疑 但鲁托总统确保 他是合法合规的 并与海地过渡总统委员会 签署了书面协议 确保肯尼亚的存在 将被视为和平使者 而非占领力量 BBC报道 哈萨克斯坦前政府部长 因谋杀妻子被判刑24年 此案件引发了 对该国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 前经济部长 库安迪克·比森巴耶夫 在首都阿斯塔纳的一家餐厅内 殴打妻子Saltanet Nukanova 并拖拽他的头发 部分暴行被监控录像拍下 验尸报告显示 他因外部伤痕和创伤 导致脑部受伤 头骨与脑表面之间 积血来百三十毫升 并有乐痕迹象 比森巴耶夫的亲属 巴赫特战拜扎诺夫 因隐瞒罪行被判刑4年 尽管哈萨克斯坦 每年有数百名女性 死于伴侣之手 但只有四分之一的 家庭暴力案件中施暴 这被绳之以法 Saltanet的兄弟表示 哈萨克女性一直在呼喊 但从未被听到 总统托卡耶夫签署的新法律 将家庭暴力定为刑事犯罪 而不是民事犯罪 但仍未完全满足需求 Dinara Smailova 创立的Nimalchi KZ基金会 帮助家庭暴力和强奸受害者 她指出 尽管新法是一个开始 但仍需更多努力 Saltanet的兄弟Eatbeck表示 这场审判显示了 即使是最有权势的人 也可以被追究责任 BBC 在堪称电影节上 印度导演帕亚尔卡帕迪亚的 首部叙事场片 我们所想象的光 获得了八分钟的热烈掌声 这部影片聚焦于 孟买的移民生活 而不是展示富豪和明星的奢华世界 卡帕迪亚通过描绘两位 来自南部卡拉拉邦的 印度护士在孟买的工作与生活 揭示了他们的奋斗与情感 影片中的一位护士 普拉巴 收到丈夫从德国寄来的 电饭锅作为礼物 另一个护士阿努 则秘密恋爱着一位年轻的穆斯林男子 影片通过这些细腻的情感描写 展现了梦买这座多元文化城市的复杂性 卡帕迪亚的作品 得到了卫报和IndieWire的媒体的高度评价 被誉为充满人性和浪漫气息的故事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尼泊尔女性攀登者普真拉玛在14小时31分钟内登顶珠穆 拉玛峰 并在24小时26分钟内安全返回 打破了此前的女性最快记录 普真拉玛在佛弹节完成这一壮举 旨在传递世界和平的信息 她的哥哥索南拉玛回忆起 她小时候常常爬山与牧羊的祖父共度时光 与此同时 54岁的资深攀登者卡米·利塔夏尔巴 也创下了30次登顶珠峰的新记录 然而珠峰的攀登充满了危险 过去一周内已有5名攀登者死亡 还有3人失踪 普真拉玛的成功不仅展现了她的勇气 也提醒人们珠峰攀登的严酷现实 Nike Asia 韩国、日本和中国的领导人 将在首尔举行四年半以来的首次三边峰会 重点讨论商业、经济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 尽管区域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如台湾选举后的局势 朝鲜的挑衅行为 以及韩日与美国的安全合作 但此次峰会的召开本身就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可能会在会议中被提及 尽管不太可能取得突破 近年来 韩日关系有所改善 而中韩日三国的合作则需要更多的努力 此次峰会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三边机制 以监测供应链和贸易通道的潜在风险 并定期举行后续峰会 南华早报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已成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人工智慧初创公司之一 月之安眠的主要支持者 持有该公司36%的股份 根据阿里巴巴的年度报告 阿里巴巴在2024采年共投资约8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59亿元 使得月之安眠的股值约为22亿美元 这一数字与今年2月当地媒体报道的数据相近 当时月之安眠据说正在以25亿美元的估值筹集超过10亿美元 阿里巴巴拥有南华早报 并且在过去一年中大力支持了包括月之安眠在内的四家新兴 AI老虎显示出其对人工智慧未来的强烈信心 阿里巴巴CEO吴永明强调 人工智慧是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之一 并在股东信中提到 人工智慧将是改变和加速公司业务增长的最强大元素 环球邮报报道 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已召集国家情报总监进行简报 讨论两名被解雇的加拿大科学家在沃泰华高安全性传染病实验室的活动 这两名科学家是邱香果和她的丈夫陈克定 他们曾在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工作 邱香果曾在2018年邱吉批准将致命的伊波拉和亨尼帕病毒转移到中国5亿 汉病毒研究所 国会委员会指责这对夫妇是中国间谍 并引用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调查结果 让他们支离于为中国建立生物安全平台 这对夫妇于2019年7月被赶出实验室 并在2021年1月被解雇 环球邮报在3月报道 这对夫妇目前在中国工作 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研究人员合作 加拿大国会特别委员会也在调查他们如何在为中国工作的同时逃过审查 保守党议员迈克尔库珀表示 美国国会对此事的关注 显示出盟友对加拿大安全措施的深切担忧 南华早报报道 前中情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合同语言学家 Alexander Yutin Alexander-Yak-Chin Mahl在夏威夷联邦法庭上认罪 承认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至少10年 72岁的马自2020年8月被捕以来一直被拘留 美国司法部在法庭文件中表示 对马掌握了大量证据 包括2001年 他与一名年长亲属 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官员提供机密信息的视频 视频显示马输钱的过程 这些钱是他从中国情报官员那里获得的5万美元报酬 检察官表示 马在一次诱步行动中接受了数千美元现金 并告诉卧底探员 他希望看到祖国成功 马被指控提供的秘密信息 包括中情局的消息来源 国际行动保密通信实现和操作技术 根据与检察官达成的协议 马认罪并同意接受10年刑期 但最终判决将由法官决定 马于1982年加入中情局 1989年辞职 并于2004年被聘为联邦调查局 谭香山办公室的合同语言学家 检察官表示 马在这期间经常复制拍摄和偷窃机密文件 并将他们带到中国换取现金和昂贵礼物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的地方政府正面临预算缩减的压力 导致政府运营的社交媒体账户大量关闭 这些账户曾是政府向公众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 但随着公共预算的削减 这些平台正在被整合 结束了超过10年的快速发展 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宣布计划削减政府部门的网站 社交媒体账户和手机应用程式 比如深圳市龙岗区在5月初宣布 要关闭其土地监督和国有资产局的网络服务 因为这些机构已经合并到其他部门 同样 广西也关闭了其唐业发展办公室的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 这些功能已被吸收到广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 这些整合措施显示 地方政府必须在机构改革、资金缩减和基层干部疲劳加剧的情况下 缩减发展规模并合并功能 彭博社报道 路易斯安那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将持有堕胎药定为犯罪的州 这些药物包括米菲斯酮和米索前列醇 州长杰夫·兰德里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他已经签署了这项法案 该法案于10月1日生效 兰德里表示要求堕胎药需处方 并将其非法使用定为犯罪是常识 这项法案旨在保护路易斯安那州的女性 这项法案将这些药物与具有成瘾或滥用潜力的药物同等对待 尽管这些药物并不具有成瘾性 批评者认为 这项法律只是为了在选举前挽回面子 并指出这些药物的使用比生育更安全 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 路易斯安那州的孕产妇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他有严格堕胎法的州如密西西比州 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也有类似情况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来自阿斯纳的球员斯蒂芬卡特里和凯特林福德 在结束了漫长的英格兰赛季并返回澳大利亚后 迅速将重心转向了澳大利亚女足队的比赛 他们将在阿德莱德和悉尼对阵中国队 这是他们在奥运会前的最后一次主场比赛 福德表示 他们希望充分利用这些比赛来为奥运会做准备 尽管旅途劳累 福德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他说 我们已经适应了这种情况 但这并不容易 全明星队和悉尼FC的边峰科特尼瓦恩 则希望在18人奥运会名单中争取一席之地 他表示 这次集训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并希望能在奥运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